這些都是名單 他要幫他排桌 所以按下排桌 自動排桌就排好了 我覺得他 不錯 是你們前幾期的那個 等於是學姐 但是他缺了一些東西 他就寫信問我說 老師可是 我覺得排出來 好像少了什麼 後來我就幫他加了什麼 加框線 他不會加 加框線 其實你們在坊間的書籍裡面看 真的我隨便翻 我真的找不到答案 即便有找到答案 也是寫得非常的複雜 所以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 可以達到 你想加框線這個目的 有沒有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加底色他加上去了 加字形 字的顏色加上去 但是他不會更改 框線 那怎麼去更改框線 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按下去就好了 可是這個好像 太陽春的 加一個 比較漂亮一點點的 可是也 好像太細了 再加粗一點的框線 OK 好 那怎麼做到的呢 其實非常簡單 裡面大概就是幾行程式就搞定了 還有 清除框線 就這樣子 這個部分的 答案 其實都在雲端上 那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這邊到底要做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以後如果說你想要加框線的話 其實你就告訴我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其實就一行 你會發現加線 就這麼簡單 一行 第一個 你告訴我你的範圍是 Range B3到多少 H13 這個範圍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Boulder 的 Lifestyle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這個實線 他就幫你把實線加上去 加紅色 實線 加上什麼 Boulder.color 就是他的顏色 RGB應該有印象 剛剛講過 再來的話呢 他的粗細 所以其實 123 清楚的話呢 就是把他的Style Lifestyle 改成什麼 沒有 XL 就完成了 所以看是非常複雜的東西 在這一題 就幫各位做 因為剛好同學之前有講過 我覺得是延伸性有關聯的 所以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把大型四川表裡面 剛剛九十個表 沒框線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怎麼加 答案在這裡 OK 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東西 我是放在哪裡呢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的 其他補充範例 其他補充範例這邊 的哪一個呢 就是有一個 入門的 入門的部分的 這個 有沒有 雲端排桌 這個 或者你可以切成那個 清單模式 這邊也會比較清楚 在這邊有個雲端排桌 那 其實答案就是在程式 這邊 練習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練習檔抓下來 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我這邊有剛剛講的那個敘述啦 因為 我們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 細部的講的 其實 答案就在這裡 如果你要做修改 你就把這個程式 複製 貼過去 修改哪裡呢 這個範圍就好了 OK 試試看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那如果你 你懂的這個 部分的話 今天 很重要的 大型四串表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 輸出 輸出過程當中有條件的變化 你也可以 針對條件變化 給不同的底色跟 顏色 那最後呢 如果你需要輸出之後 加上框線的話 也可以利用我剛剛補充的 那我是放在 雲端白板裡面的其他補充範例的 一個範例叫 宴會牌桌裡面 的這個範例加上框線 當然這個同學裡面 也有提到有關那個 就是 怎麼去做宴會牌桌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同學寫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也不錯 我想 我相信他應該是想了很久 他前面好像也 好像寫了一些 內容給我 他是說 那個什麼 其他人覺得他學這個好像沒什麼用 他為了要證明是寫這個是非常有用的 於是他就寫這個宴會牌桌 那我相信他應該是花了很多時間 去把我們上課所學的 用在他的工作上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 各位也不用把 這個邏輯想的太複雜 其實基本上 工作上 就很多是很簡易的 就可以達到 一件完成的目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 試試看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類似的範例 也可以動手去把他 去實作出來 喔